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紀元世界頭挑 首先看到台灣大紀元頭版報導 武漢病毒所蝙蝠女被五眼聯盟調查 根據英國每日郵報及澳洲第七頻道新聞網報導 澳洲、紐西蘭、加拿大、英國還有美國等五眼聯盟 正在調查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兩名研究員 兩名研究員都曾在澳洲的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 獲得澳洲與中共的共同贊助 其中被稱為蝙蝠女的石正麗於2006年在澳洲的研究主題 就是SARS與蝙蝠之間的關係 不過目前對於疫情的起源還有諸多猜想 還沒有一方能夠完全清楚真實情況 澳洲總理莫里聖就呼籲所有WHO成員國 都應該支持對中共病毒大流行的獨立調查 澳洲將在5月17日的世界衛生大會期間 敦促展開國際調查 澳洲總理這麼做 對全球的防疫必定是有幫助的 但是對中共來說可能就急跳腳了 因為美國聯邦議員就發推文說 中共正在威脅澳洲 如果不停止對中國的問責調查 中方將使其承受經濟痛苦 他也寫道 如果中共沒有什麼可隱瞞的 為什麼要威脅呢 而科學期刊自然在本週即將刊登的研究顯示 若中共不隱瞞全球疫情可減少95% 其實一方面全球要追責中共 一方面也得關注中國內部的真實疫情發展 北京防疫部署殯儀館進駐醫院 本報獲得的中共內部文件顯示 北京規定殯儀館與各大醫院進行遺體對接業務 多家殯儀館將在世屬的醫院太平間設立工作站 那就奇怪了 最近中國各地 尤其北京的疫情不算太嚴重 為什麼要讓殯儀館提供365天 24小時的太平間遺體銜接服務呢 時政評論員李林一表示 這明顯是為了將來大規模病患死亡做準備 其實也是因為當時在武漢爆發疫情時 太多人染疫死亡 武漢殯儀館無法承載工作量 民眾運送親人遺體時出現混亂現象 引發民怨 那這些畫面被曝光之後 把中共弄得狼狽不堪 為了掩人耳目 中共才想出這個殯儀館對接的辦法 再來關心一則台灣新聞 勞動節廉價將至 陳時中坦言 五一是防疫檢驗試驚時 是檢驗台灣社區是否有中共病毒潛伏傳播的絕佳時刻 而在質詢時被問到 台灣是否能參與今年的世界衛生大會 陳時中則表示 目前正在積極爭取 就算沒有受邀也會爭取發言機會 但是機會不到一半 接著看到香港新聞 大陸敵港人士強制簡易期延長 但是跨境學童 商務人士還有專業人士等可獲豁免 對於這個舉措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佳琪指出 隱形病人隨時可能從關口入境剝毒 豁免這些人形同隱狼入市 他指出政府沒有解釋何謂 符合香港經濟發展利益的生產工作 業務活動人士 這是否代表著大陸商人 可以獲得免死金牌在香港橫行呢 他又質疑 香港學校尚未復刻 豁免跨境學生強制簡易 明顯是公關手段 因為政府如果只豁免商界 會無好看 所以連同跨境學生及教師一同豁免 才不會招人畫餅 接著關心美國新聞 動用國防生產法 川普行政令保肉品供應 隨著疫情逐漸降溫 美國可能出現新的問題 是一個因為疫情導致一些肉類加工廠倒閉 農場主就無法外銷深處 消費者也買不到肉品的三蘇局面 美國總統川普在星期二便簽署了一份行政令 這個行政令將這些肉品加工廠歸類為 美國關鍵基礎設施的一部分 這些工廠就必須保持生產 以防止美國食品供應鏈受到影響而中斷 繼續看到加拿大新聞 台灣捐贈50萬片醫療級口罩 運抵加拿大 中華民國外交部表示 為支援當地第一線醫療人員 贈予40萬片醫療級口罩 其餘10萬片捐助疫情較重區域 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表示 我們要讚揚台灣為控制病毒傳播所採取的行動 感謝台灣專業知識和經驗 接著關心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相關新聞 金正恩神隱,金平一再受關注 金正恩銷聲匿跡已經有兩週了 北韓創始人金日成唯一在世的兒子 金平一再度回到公眾及媒體的關注之下 現年65歲的金平一 一直在金氏家族處於邊緣地帶 沒有真正受到關注 有北韓觀察家表示 他可能會成為接替金正恩的人選之一 而目前健康情況不明的金正恩 也尚未任命接班人 好的,今天的大紀元世界頭條就到這邊 更多完整的內容歡迎訂閱大紀元時報 掌握中共肺炎最新真實資訊 守護台灣不能鬆懈 了解世界脈動開闊你的眼界 大紀元時報遍布全球 不受財團、政黨影響、真實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國際局勢、兩岸議題 或者想要鬱角於樂、豐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紀元時報 頂報轉線0800-566-688